12种不挨饿的减肥饱度食物 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和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才可以第一时间收看我们的最新影片哦 每一天世界各地都有人在减肥 有些人为了变瘦而努力做运动 但是也有一些人为了变瘦而不惜挨饿 结果减肥未成功 身体却已经亮起红灯 比如月经失调 头晕 失眠等等 因此挨饿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减肥方法 这一集的喵一下 我们即将分享12种不挨饿的减肥饱度食物 目的就是要你在减肥期间可以填饱肚子 同时又可以健康地控制体重 专家经常提醒我们 减肥期间不可以挨饿 而且还必须要吃得饱 所谓的吃得饱到底是吃多饱呢 毕竟每种食物会产生不同的饱度效果 根据悉尼大学的一项测试 每种食物有不同的饱度指数 饱度指数越高 饱腹感就越强和越久 想要控制体重 我们除了要吃得饱 更重要的是要懂得选择对的减肥饱度食物 也就是低热量 但是又容易饱度的食物 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食物兼备减肥和饱度的特征 那就一定要继续收看 第一水煮马铃薯 很多人都误解马铃薯容易引起肥胖 其实水煮马铃薯不但不会引起肥胖 而且还可以抑制食欲和控制体重 根据悉尼大学的饱度食物测试 马铃薯是最高饱度程度的减肥食物 它富含淀粉、蛋白质以及低脂肪 只要吃小小的份量就足以快速填饱肚子 不过这里所说的是水煮马铃薯哦 因为这样的烹调方式才不会增加额外的热量 第二毛乌芝士 毛乌芝士是一种口味温和的芝士 较普通芝士富含更多蛋白和更少脂肪 每半杯毛乌芝士仅有80大卡热量 14克蛋白质以及1克脂肪 所以非常适合用在减肥餐 此外毛乌芝士还富含丰富的烙蛋白 可以促进肌肉增长和防止肌肉流失 因此很多健身人士都吃毛乌芝士来增加肌肉的质量 此外毛乌芝士也富含钙质 钙质可以强化骨骼和提高代谢 从而使到脂肪可以流失的更快 如果你还在寻找增肌、减肥和饱度的食物 毛乌芝士就是最好的选择 第三牛肉 其中一个减肥人士的常见迷思是不能吃肉 因为吃肉容易变胖 其实适量的吃瘦肉不但不会变胖 而且对减肥还十分有利 牛肉是其中一种减肥饱度的瘦肉 主要成分为蛋白质 只要吃下一小份牛肉就足以感到饱度 同时又可以有效加速分解体内的脂肪 研究显示 一份有牛肉的午餐不但能快速饱度 还可以将你的晚餐份量减少约12% 因此你可以每星期吃一两次牛肉 每次大约一个拳头大小的分量 这样做不但可以满足食欲 而且又可以减肥哦 第四鸡蛋 鸡蛋的好处实在太多了 它价廉物美 容易准备又容易饱度 健身人士最喜欢吃鸡蛋 是因为它可以增肌、减重和增强体能 每天吃鸡蛋可以补充能量和修补肌肉 此外鸡蛋里的优质蛋白质也特别适合减肥瘦身 因为它容易被身体吸收又可以快速饱度 研究显示 一份含有鸡蛋的早餐除了可以带来饱足感 还可以提升基础代谢率约30% 对加速分解体内的脂肪有一定的帮助 如果你希望以鸡蛋来减肥 可以在每天的早餐加入一粒鸡蛋 它可以确保你饱度到午餐时间 第五,燕麦 燕麦是很多人的早餐选择 也是公认的减肥饱度食物 早餐吃一碗简单的燕麦粥 足以帮助你达到减肥和饱度的目的 这是因为燕麦含有可溶性纤维β-普聚糖 这种成分可以平稳血糖和降低有害胆固醇 β-普聚糖的另一个好处是促进分泌饱度和尔蒙 时到大脑意识到饱度 接着就会停止食欲 研究显示 燕麦早餐比即时麦片更容易饱度 可以延缓饥饿感以及减少午餐的进食分量 所以燕麦也是减肥所不能错过的饱度食物 第六,杏仁 杏仁富含单不饱和脂肪 Omega 3脂肪酸、蛋白质和纤维 这些都是可以产生饱腹感的成分 每天吃杏仁还可以带来燃烧脂肪的神奇功效 因为杏仁有助于降低有害胆固醇 以及改善身体脂肪的分布 对消除肚囊部位的脂肪也十分有效 如果你对杏仁减肥感到有兴趣 可以把杏仁当成健康零食 每天吃大约30粒杏仁 又或者将杏仁碎加入菜肴和沙拉 它可以让你一边饱肚一边变瘦哦 第七,藜麦 藜麦是超级食物 也是备受减肥人士青睐的减肥食物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因为藜麦含有9种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 这是非常难得且完整的蛋白质来源 因此,藜麦有能力产生持久的饱足感 经常吃藜麦还可以阻止脂肪细胞的成长 和阻止旧脂肪的累积 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么棒的超级食物 可以将下一次的午餐主食换成藜麦 因为它可以同时达到减肥饱度的目的 第八,三文鱼 三文鱼是减肥兼饱度的食物 因为它同时集合了两种优质减肥成分 那就是优质蛋白质和Omega-3脂肪酸 Omega-3脂肪酸是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良好脂肪 因此,它的饱腹感更胜其他高蛋白食物 也是最值得推荐的减肥肉类食物 如果你希望吃三文鱼来减肥 记得要避开油炸和重口味的烹调方式 如此一来,你才可以吃到鱼肉的鲜味 二来,这可以达到减肥饱度的目的 第九,苹果 一天一苹果,肥胖远离我 经科学家的研究证实 苹果也是减肥饱度的食物之一 因为苹果含有相当丰富的膳食纤维 不但容易饱度,而且又可以促进消化 此外,苹果还含有丰富的天然果胶 可以当成减肥期间的甜食或零食 只要每天吃一粒新鲜苹果 你可以快速达到减肥兼饱度的目的 第十,爆米花 提到减肥饱度的食物 没有多少人会马上想起爆米花 因为刻板印象告诉我们 爆米花是配电影的最佳零食 科学研究显示,没有添加物的爆米花 叫薯片,巧克力或其他零食更容易饱度 这是因为爆米花的前身是来自古物类的玉米 经常吃玉米可以促进肠胃蠕动以及将低胆固存 这是因为玉米富含纤维素和不饱和脂肪酸 如果你可以接受不含任何糖浆和奶油的爆米花 那就直接把它纳入你的减肥食物清单吧 第十一,希腊优格 优格配上坚果和水果是很开胃的早餐 它还可以当成健康的减肥零食 希腊优格是一种高密度的乳制品 也是蛋白质的丰富来源之一 叫普通优格高出两倍的蛋白质 有着接近鸡蛋的饱度程度 因此它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减肥饱度食物 下次逛超市时记得买些希腊优格带回家 因为它可以随时满足你的嘴馋 同时又可以快速饱度 第十二,豆类 豆类一直都深受减肥人士的喜爱 因为它吃得饱而且又不会引起肥胖 豆类含有高蛋白和低热量 除了可以做成主食 它还可以做成汤或沙拉 小扁豆、黑豆、鹰嘴豆 都是减肥饱度的豆类 根据美国曼尼托巴大学的一项研究 蝉豆和小扁豆含有金氨酸和骨氨鲜氨 这种成分使得餐后燃烧卡路里可以提高50% 想要达到减肥饱度的效果 你可以多以豆类来作为热肠主食 以上十二种减肥饱度食物 你最常吃哪一种呢?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 你可以为我们点赞 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要打开小铃铛哦 有了您的支持 我们才有更大的动力 感谢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陪你 瞄一下生活里的大小事 拜拜 by bwd6